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欧翔天记 谈古琴问道理 我是红尾翔律师 今天5月12号 我们第13、15场正式直播 多谢读友们的大力支持 今天不止一下子就到我们的基本盘 甚至已经接近6000位读友 现在有5600位读友在线 是这几个月来的新高 我们都是4、5000位 有大四就会到上万 最高到2万8了 但最近几个月这半年都是4、5000的 所以今天有新高 我知道很多是不喜欢我 要来骂我的 但无论你抱持什么立场来 我都欢迎你 我们这里是永远不block了 永远不删除了 除非你自己给YouTube删除了 你骂出话 YouTube会自己删除你 这个不关我的事情 所以有意所以了 欢迎你来 我们这边跟其他人不一样 没有这么小气 你来骂我就不给你骂 我欢迎你来骂 最重要 希望可以激荡你的思维 这个是我为什么要做直播写文章的原因 那intro说完了 我们现在进入最后一个讲题了 谈谈新骨毛补选 火箭大胜 很多人我看到有留言讲 火箭没有大胜 是险胜 不对 这是妥妥的大胜 其实我预测 就算火箭会赢是险胜 500到1000票 赢超过2000票 我公开的在铁粉群讲 赢超过2000票 就属于是大胜 绝对是大胜 所以他现在赢3800票 肯定是一个大胜的情况 我们要有一所一了 所以 确实超乎我的意料 也超乎很多人的意料 还是1000票的情况 那 这个绝对是出乎意料的情况 为什么 在这么多不利因素 我在Facebook有写了一个贴文 不知道大家有看到吗 有很多不利的因素 底下我们会讲到 华人有很多的不满 华人的权益正在崩坏 我们这些国家体制越来越糟糕 只要你真的抛开你政党的利益瓜葛 你不要被这些利益瓜葛给蒙蔽了双眼 你想一下 我们马来西亚自联合政府上台以来到现在 是变好还是变糟糕 不管是经济 不管是教育 不管是政治 还是我们的言论自由空间 我们的生活 还有法律的公平 执法人员的专业 我们是变得好还是变得更坏 大家摸摸自己的良心 摸摸自己的良心 回答不用跟我讲你的答案 你跟我讲可能你为了某种原因 你会口不对心 不用讲答案 自己在心里迟到就好 你问我这一个问题 我是直接跟大家讲 绝对是一个妥妥的沉沦 任何人都感受得到 尤其是非穆斯林的权益 在马来西亚是越来越窄 越来越糟糕的 你看阿拉瓦子事件 根本没有的事情搞到这么大 各种各样的boycott 各种各样说100% Muslim 100% Merayu 100% Pumiputra 这种有歧视性的标签 大行其道 以前是没有的 我在我的直播讲过很多次 我家是在马来 甘邦 在乡村里面开杂货店 开了几十年 Gedai Asin 在南马 就是Pakarnanas 一个新村小乡村 一定会听过Gedai Asin 的名字 可是现在也没有开了 我在直播讲过 其实做马来人的生意 是最好做的 但现在变成你要做马来人 同胞的生意 是很难做的 你要很小心 一下子就会trigger 一下子就会被wire 一下子就会被悲歌 整个经商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族群间的信任 族群间的包容程度 是越来越小了 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当然很多人会说是回教党糟糟糕 回教党很糟糕 回教党一直挑这些种族的课题 宗教的课题 无庸置疑 所以我讲了N次 回教党是绝对不能投的政党 对不对 我不是马后炮今天才讲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独有可以帮我见证 你们刷一排舞 我讲了N次 不管是任何时候 包括Nink Aziz我都骂 Nink Aziz其实他是比较温和 可是他在宗教路线之上 是一模一样的保守 只是他比较温和 他不是像哈迪阿旺这种尖角 哈迪阿旺是战斗机 是斗机 就像林冠英是斗机 陆兆福是温和派 林冠英是战斗派 哈迪阿旺就是战斗派 Nink Aziz是温和派 但是他们的理念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回教党很糟糕 一直在那边炒作 但是你看行动党的支持者 一直在骂回教党 我问大家行动党的一线政治人物 有对着回教党来骂吗 他们没有资格对着回教党来骂 为什么很多人都把球推给回教党 我们可以骂 但是你联合政府没有骂的资格 为什么 几个月前安华才高调的说 我们邀请回教党来做政府 听清楚不是邀请国盟 不是邀请土团 不是邀请民政 是邀请回教党做政府 然后回教党拒绝 对不对 而且安华不是第一次这样子讲的 在联合政府刚刚组成的时候 就已经讲了邀请进来 然后在政府组成一年后 再次确认我们有邀请回教党进来 这个新闻出来我问大家 行动党有讲过反对邀请回教党加入政府吗 我们谴责安华邀请回教党成为政府 有吗 没有 骂的人只有我 骂的人只有我 行动党的支持者也不会去骂 因为他们都跟着行动党领袖的方向 所以我问你 回教党这样子的糟糕 那为什么你可以接受他加入联合政府 为什么 你是不是一个妥妥的双重标准 我是绝对反对联合政府纳入回教党 你政权稳固你还纳入回教党干嘛 而且回教党是国盟里面最极端 国盟里面还有土团在撤走 有阿兹敏在 虽然大家讨论阿兹敏 但阿兹敏撤走着回教党 慕尤丁撤走制衡着回教党 我骂慕尤丁骂得很凶 后门政府的时候 现在还用后门政府来讲慕尤丁的只有我 可是在制衡回教党之上 全马来西亚现在就只有土团在制衡回教党 哈迪阿旺说 非慕斯林是贪腐跟远论 慕尤丁当场在回教党的大会讲 我不同意这样子的话 我不同意哈迪阿旺 我们不认同这个话 所以这个credit你要给他 我们要对事不对人 你可以讨厌慕尤丁 可是他做对的事情你要称赞 联合政府竟然在哈迪阿旺 在讲着这样子的话的时候 叫他来加入联合政府 所以我问大家 你有什么资格去骂回教党 你有什么资格说回教党糟糕 这个不就是天大的笑话吗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现在的情况就是 大家都很容易受骗 行动党讲他好 大家就说他好 行动党默许他加入政府 他就变成好的 然后他们敌对就变成不好 所以不是联合政府不要回教党 是回教党不要联合政府 如果回教党加入联合政府 我跟你说他的部长会比行动党还要多 是回教党觉得我现在做大 我为什么要进去做小弟 我最多不是跟巫统平起平坐 在你里面做第二把交易 你多一个副首相给我 如果我自己做大 我的阿玛 pergi脏手就是李可以做首相 他有这么高的支持度 又是一个专业派 所以他不要 我可以等回教党 他们有一个优点 虽然我绝对不会投票给 但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们对于物质的追求 尤其是他们的支持者 他们的基层女的 stocks 对物质的追求极低 所以你不给我拨款不用紧 我的州没有发展不用紧 我们只要宗教理念得到发扬 这个是他用来团结党的一个手段 所以他可以等 我等了这么久 回教党就是从巫统分裂出来的 巫统的宗教师派系 在刚创立的时候 宗教师派系组成立回教党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可以等 我现在已经很满足了 我有四周的政权 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我可以进入玻璃市 可以进入西大 可以进入槟城 槟城回教党要赢一个席位都难 现在回教党在槟城有多少个席位 同样的slangor也是如此 所以我一直强调 你看事实最没有资格抨击回教党的 反而是联合政府 反而是行动党 不代表回教党不能被批评 我就是一直在批评回教党 但是联合政府去批评回教党 你们又想把他拉来做政府 而且是首相亲自讲 你们没有人反对 陆兆福被问到的时候 他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no comment Hello 你不知道安华要加新门流 你的敌人进来你不知道 你竟然只是讲no comment 为什么你不是去追问安华 然后去解释给我们人民一个交代 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要分享的 描绘回教党 这个是完全就是忽悠的情况 第二点 很多人非议我的 西蒙不输 火箭不输 或者是西蒙不输 天理不容 像我刚才讲的 独有讲 洪律师你这样子讲太harsh了 我直接讲我不认为harsh 你可以认为harsh 这是你的意见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不认为harsh 我有意说意 现在马来西亚的情况 如果你不让联合政府输一场 尤其是在华人的区输一场 给他知道你做了很重的措施 很不应该的措施 那马来西亚完蛋 因为现在马来西亚沉沦的情况 就是真正的天理不容 跟当时纳吉的情况 我上一次讲 我在文章 我在报纸上写 纳吉不倒 天理不容 我公开这样写 还是纳吉做首相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当时纳吉什么情况 延长违反宪法 延长大法官的任期 违反法律 割除总检察长 撤换调查他的Bank Nagar 解散特工队等等 然后明目张胆的撒谎 指着你的鼻子跟你讲 这个26亿是从沙地阿拉伯的国王那边来的 真的有人相信 真的有人相信 所以纳吉不倒 天理不容 当时我输 因为有人跟我打赌 打赌一年之内 结果纳吉是一年半才倒 但是不用紧 我输了七八千块的球 没问题 可是还是印证了我那句话 你纳吉不倒 天理不容 纳吉一定要倒台 不是巫统给他倒 就是纳吉跟巫统一起攻攻 这个我之前已经讲了 火箭联合政府 现在的情况 也是一模一样 天理现在是怎样 像我刚才讲的赵明福案件 请问有天理吗 天理并不是看输赢 不是我赢了 天理就在我这边 不是我有钱 天理就在我这边 正义是黑非白 不是用利益来衡量的 你做对的事情 反而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之前讲过 好人要九九八十一难 才可以成活 坏人只要放下屠刀 你刚刚拿屠刀来砍人 你只要放下屠刀 你就可以立地成活 我们的社会很悲哀 就是对好人苛刻 对坏人宽容 这个是我们社会 不应当的地方 所以好人 其实你做好人 是很累很辛苦的 比如人家可以摸黑污蔑你 你看我不会去 抹黑污蔑其他人的 我都是就事论事 我针对事情来讲 我讲你洗地 我是清清楚楚讲你洗地 为什么你洗地 什么东西是洗地 前因后果都分析出来 这个是最大的差别 不要变成自己 所讨厌的那个人 所以是非黑白对错 不是看利益 不是看成败 不是看谁有钱来决定 不是看谁人多来决定的 像有没有天理 赵明福的案件 像我刚才讲 为了你党死的人 15年了成渊还未血 然后他的家人 要帮他寻求真相 要让当事人 迫害的人生之以保 要遭受这样子的对待 要给你们抹黑污蔑 变成是国盟的人 有天理吗 摸摸自己的良心 伟龙事件 还有沙巴有一个青年 只是在网络上开玩笑 开玩笑罢了 而且他不是直接 针对宗教来开玩笑 是把自己的脸 放在袜子之上 讲我侮辱袜子了吗 因为这样子的玩笑 坐牢 光束坐牢 今天被逮捕 明天被控伤法庭 然后认罪 马上去坐牢 光束去坐牢 但是像那个宗教师 去广传 去捏造这个事件 阿克马去号召杯哥 然后各种各样的挑战 还有丢 丢这个汽油弹 去喷漆 像尼可汉的家 被喷火的 我问大家 有人被神之以法吗 有人被逮捕吗 有天理吗 问大家 大家自己思考 还有各种各样 华教的问题 政治委任 像那天 雨昏上来 我的直播 Rawood的国会议员 行动党的 我直接问他 你们一直叫大众捐款 我也捐给你 我support 因为你的cost是对的 我认为你做对的事情 我support你 但是你要做好你的本分 你们捐款要怎样用 如果你们赢了捐款 不需要去还罚款 不需要还糖费 这个钱你要怎样处理 你要给大众知道 你不可以把你的支持者 当韭菜来割 养肥了就割韭菜 你的钱200万 你知道200万是多么大的 一笔数目 对你们政治人物可能很少 你做国会议员 一个月几万块 一年有几十万 可能两三年 你就有一百万了 可是一百万对普通人 两百万对普通人 可能是你一世人都赚不到的钱 所以你要公开 透明给大家交代 不要当这些人是韭菜 不要把你的支持者 因为你的支持者 崇拜你 信任你就 胡乱地剥削他们 压榨他们 可能这个是他们的饭钱 他今天少吃一盘饭来捐给你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交代 可是我问大家 捐两百万 林立盈我直接讲 林立盈叫大家捐两百万 他上诉了 然后法庭也已经准许他的暂缓令 不用给他还两百万的罚款 这两百万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要先收 现在在哪里 也没有答案 两百万你放在银行 一个月的利息 上万块的 大家自己去算三八千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 而且我们刚才讲天理 你想谁是最反对政治委任 就是你不应该把这些关联机构 有政治委任 给政治人物进来 变成你分猪肉 你是我的人 就算你根本不懂船运的 我给你来这个港口机构来做官 有好处 有薪水 稳稳吃米粉 你还可以培养你的团队 西蒙行动党公正党 就是最反对这个政治委任的 安华一当首相的时候 当时还豪气干云的说 大家去找新闻 说我取消所有前朝的政治委任 我们不要政治委任 结果言犹在耳 我当时马上做一个直播 讲大家听其言观其行 安华这个动作 我认为就只是为了 要委任自己的政治委任来铺路 而不是不要政治委任 大家听其言观其行 结果现在上百个政治委任 跟前朝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新的政治委任就是林立颖 哥邦的国会议员 跑去做PKFJ 在1NDP之前 马来西亚最大的贪腐案件 到现在也没有被调查了 西蒙上台也没有被调查 他去做PKFJ的主席 想一下 我们有多少个政治委任 像Astra去选国会议员 巫统的前路亲团长 选国会议员输了 跑去做MARA的主席 很多清竹南书 我问大家 这些是天理吗 所以各种道行律师 包括我们直播之前 讲过的太多了 你单单这些违反天理的事情 你要我讲 我就可以讲十个小时 讲不完 你可以去看回我之前的直播 我几个最近发生的 像LCS这些我就不谈了 LCFPKFJ这些就不需要再谈了 最近发生了 人民买不到你 议长叫你去吃牧鼠 安华讲我们便宜米给你们吃 我们政府吃桂米 我们全部买镜头米 我这直播惨到他悲天 结果巴汉的巫统前国会议员 明目张胆违法在垃圾厂 烧这些米 而且是本地米 垃圾厂是不可以烧东西的 不要以为垃圾厂是拿来烧 现在垃圾厂都是拿来填埋的 他明目张胆这样子去烧 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请问他这样子明目张胆的违法 有受到调查的 而且他背后为什么这个米 要拿来收到坏 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刚好又是本地米 有没有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里面有滥用政府米 的这个permit的情况发生 或者是滥用政府拨款 给你去帮助选民 的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你才要偷偷摸摸去销毁这些米 本来有一个正式管道 如果米坏了 粮食坏了 有一个正式管道给你去销毁 不是拿去丢 因为你怕拿去丢会有人拿来吃 更不可能是拿去烧 这个是妥妥违法的 所以在这么多的疑虑之下 有人去接受调查吗 到现在为止 有人付出代价吗 没有 所以这个就全部都是违反天理的事情 不是因为西蒙赢了 火箭赢了 就突然有天理 所以这些事情是政府要交代 你不要跟我说国盟很糟糕 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就不用看 这个是你政府做的事情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我在我的直播很清楚的跟大家讲 你要给联合政府 尤其是行动党知道 你不是他们的铁票 你不是他们的票厂 我是投给你 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是因为你要为我们做事 你拿了我们的选票 拿了我们的好处 你要回归我们 要照顾我们 要帮我们监督政府 要做改革 当我们的权益遭受损害 当我们不能看演唱会 不能穿短裤 当我们买不到米 当有人贪张王法 当人民被对付 要去坐牢的时候 你要伸出你的援手 当有冤案发生的时候 要伸出你的援手 而不是在那边静静 所以现在政府这么多道行逆时 包括我们的言论自由 你看中国报 新州日报要关comment 你有看到Belita Harian 要关comment的吗 没有对不对 因为整个政府的执法 现在是处于偏颇的情况 很明显的偏颇 很明显的针对性 这个霸权是有存在的 就像以前国政时代一样 你骂政府你就完蛋 对不对 你骂反对党 没问题 你骂政府就会找受调查 有这个霸权存在 所以媒体才会经过寒蝉 有这个寒蝉效应 怕被对付 关这个言论区 你想我们倒退即严重 国际这个无国界的记者协会 讲马来西亚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倒退30名 我们的通讯部长 竟然可以呛声 你们是不准的 他忘记了 在去年当马来西亚排名很高的时候 70名的时候 他是称赞这个无国界组织 说他们认可我们马来西亚的改革 这个课题我们之前讲过 其实也不是联合政府的功能 因为一半是沙比利的后门政府 但无论如何 为什么你一年前推崇这一个排行榜 一年后你却忘记 你却倒过来讲 所以这个是最错误的事情 我们要给政府知道这些错事 这些侵害我们权益的事情 像华校 华校失之 4000多个人去面试 结果本来要招收1500个人 4000多个符合面试 收的才好像不到1500个而已 大家可以自己去炒新闻 这个课题我们之前也讲过 然后华校要签校 微型小学要签校 准证出不来 像之前林冠英跟魏家祥吵架的课题 横溢中学 就是这一个新学校的准证的问题 所以这些是你没有做到的 在你没有做到华人的权益 开明社会的权益在萎缩的时候 我们要给政府知道 你做错了 我不要你倒 所以我说火箭不输 不是像纳吉所说的火箭不倒 我们不要你倒 要你醒 所以在bunding的时候 当时我说你投给伟洋 火箭还是赢的 只要伟洋可以拿到几千票 保住他的按规金 你就可以传送一个很强的message 给火箭 给联合政府 给他们知道 华社有不满 开明你们的基本盘有不满 你们不可以再去竞争保守了 这是错误的 可以敲醒他们 你可以避免未来的问题爆发更大 那bunding大家没有这样子做 伟洋拿了千多票 你看这次的独立人士才拿了百多票 两个包括政党也只拿百多票 人民党 伟洋那时拿一千多票 一千五六百票 多么厉害的成绩 但是他保不住按规金 所以你错失了这个 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可以敲心行动党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第二次机会来的 这一次你就要用苏席位 没有办法 你投给第三方 第三势力 最后可能是国盟赢 没问题 国盟赢他会换政府吗 而且国盟赢的是火箭的席位 并不是赢 巫统的席位 赢公正党的席位 对于政府的动摇是微乎其微的 因为火箭的席位多到在政府里面是白色的情况 你明白吗 所以其实你付出很小的代价 敲醒火箭 给他们知道天理不容 拜托不要做这种天理不容的事情 要给他去改过 那你现在不要做 而且最糟糕的情况出来了 你给他大胜的情况 为什么会大胜 我放在后面讲 你给他大胜的情况 意思是什么 你这样子做这些天理不容的事情 像我在Facebook写了十几个 还没有写完这么多个天理不容的事情 你做的是对的 继续做下去 你不用顾我们华人的权利 All out 去买选票 去照顾马来同胞 不用管我们的权益 那我问大家 我们努力这么久 把行动党送上政府 我2013年就帮行动党站台 站到2022年 帮他们筹款 也包括办公正党 但是2022年我没有办公正党 我到办公正党是到2018年 为了什么 我们不是为了给你当官 给你拿好处 为的是马来西亚会变好 所以我一直说你投票 不是因为相信 是为了要让马来西亚变好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在这边投给第三势力 你是一举多的 第一 你给第三势力知道 你们是拿得到票的 大家要来经营第三势力 你不用怕5000块按贵金都保不住 第二 最重要的一点 给联合政府知道 尤其是火箭知道 你拿华人的票要做华人的事情 现在没有人在代表华人 在政府里面 没有人探位非穆斯林的权益 没有人帮忙非马来人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反对党没有人帮忙 民政党是废的 讲我没有骂国门 我几乎是把民政党踩在地底下 民政党不懂 极讨厌我 所以我全部人都得罪 因为我不是为了 要你们喜欢我才来做直播 反对党 国门根本没有开明派 他们不会为我们争取权益 反而政府在做不好的事情 他们会拍手 比如阿克马去炒作 这个KK袜子的事件 回教党不用炒作 你去炒作 火烧起来 票会来我们这边 因为你阿克马是宗教师吗 我回教党是宗教师 你火烧起来 你要选捍卫回教的 当然是找我宗教师 所以票自然来我这边 所以他们在拍手 他们不会帮非穆斯林社会来发声 行动党在里面也静静 但是你却拿完我们的选票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现在大胜的情况 当然这个大胜是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五五波 各种情况来看 可是最后华人票被吹出来 变成一个大胜的情况 其实你是在给行动党 一个错误的信息 你们继续这样子做下去吧 所以行动党 有人讲洪律师 不要那么悲观 行动党赢了 他们还是会醒的 我问大家 你看看小桃 去马来人的家 马来同胞的家 你说去Masit 其实去Masit也不用带头巾的 不过很多人认为 现在这个风气已经起来了了 去Masit一定要带头巾 我是在马来干风长大的 我们穿短裤去马来干风里面有什么问题 不带头巾进去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要你穿着端章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个风气 可是你看像刚才有独友讲 他用这种回教话的词语去慰问人 然后去拜访家里 去活动 不是回教堂也要穿 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榜样 马来同胞会讲 哇 YB可以穿 部长可以穿 为什么你不可以穿 你不尊重我们 你看 这些公众人物 这样子的行为 会立下一个不好的标榜 本来没有问题的事情 你没有去做就变有问题了 YB可以部长可以 你比他们大 为什么你不可以包 所以整个国家的实质 我们的风气在下滑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关于天理不容的 这一个 你现在问我 我还是讲天理不容 而且这个天理不容 我把我的话撂在这里 会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因为根本没有反省 而且你还给了他勇气 给了他力量 叫他继续这样子去做 你去纵容他 所以这种情况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虽然是大胜 但事实上两党的结构 其实没有任何的差别 选票 联合政府下跌了800票 国盟下跌了600票 然后选票下跌了大概89% 所以差不多就是一样 一模一样的情况 跟六周周旋 所以板块并没有移动 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 但是依旧是大胜的情况 因为本来是五五波的 行动党打出漂亮的一战 那我们下一个讲题就来分享 为什么会有这个漂亮的一战 关键的原因在哪里 我先休息一下 今天又要超时了 我先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